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借银对治禄 主著先佛为福佑帝君 福佑帝君将第七章 圣氏 著书 南大当婚女当嫁 竭离仪式百年因 举案其美门停热 今生因果谷至今 丈夫外语为何因 妻子望恩父一言 对治之方何所事 速改时后颤淫因 婚姻与正伦的观念 在线下的社会里 已经日渐薄弱 青少年纷纷已无法偷偿 经过为耻 以至贫造银业并当为功勋热事 竭离者禁不起外来诱惑 以生理欲望为热 林林总总违逆道德 及本心知识层出不穷 难怪社会呈现一片病态乱象 外遇的前道常以男人 都会犯的错作为 掩饰怯懦及不安的理由 更有甚者 抛弃为其奉献新老及青春的妻子 以年华老去为外遇堂塞的理由 这些问题的产生 是传媒的责任 是心理的责任 是道德的责任 更是素食银业的责任 古希三七四妾是为常态 但这也是银业的一类 尤其当有望恩负义的事实产生 银业因果必然纠结难解 比如以陈世美的故事而言 陈世进京富考 其妻喊心如苦 但在陈世高中后 为名利抛弃糟糠之妻 而成为驸马 如是因果 陈世转伦 必有一事为昆道 且受素食期抛弃以偿 贫病因果 对质之方 昆道理应呈 颤塑式饮液 检讨自身平素脾气 减少怨对 进而重建自信 积极寻得羞耻向道的方向 不论丈夫是否因此回头 但此因因果果 至少获得消解 但世间男女 切莫因为因果而消极寻断 应知素食因 今生解 今生不解 来世依究因果互报 所以偷星者不可仗势一事 因果了结放肆而为 如此心态 必然招来现实素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名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名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